嗨 大家好 我是小薇 两周没见的朋友们过得好吗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条私信 它大致是说 觉得我最近的视频风格呢 越来越偏离了早期的那种 就是个人风格化比较强烈的 觉得我最近受了其他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一开始我看到这条私信的时候 我的个人防御机制立刻启动了嘛 我就心里就在反驳说 没有没有 哪有 哪有 但是不得不说 我觉得我最近自我审查的确是挺严重的 而且我会觉得 如果你要讲一样东西 又没有办法把它讲透的话 讲透可能就播不了了嘛 就是你讲的时候就会没那么起劲了 就是没有那种真正的passion 所以我今天就想聊一个 自己一直以来非常非常想聊的话题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喜欢的城市 No.1 不是 是No.2 因为No.1的话 永远都是我的家乡上海嘛 除了家乡之外 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城市 就是香港 以及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跟香港之间 我自己觉得的 那种千丝万缕的connection 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 在影响我人生的小说家当中 有跟大家聊过嘛 然后这本书大家可以看 风皮 就已经特别有年代感了吧 你看 上面直接写着 香港艺术 花城出版社 这是我人生第一本小说 人诞入局 是真的那个时候 字都没有人权呀 这本小说是当年我的妈妈 她在她的公司当中 她公司原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图书室吧 但后来那个图书室就运营不下去了 然后就把里面的书都打包 分一分 然后我妈就 她跟我说 她根本就没有怎么想过 她就是随便抱了一摞 就回来了 然后其中最薄的一本就这本 所以当时我是从最薄的一本开始看起的 这本小说我一直放到现在 其实我是一个很 很舍得扔东西的人 对我都不太会有那种 啊这是我的回忆 我一定要保留一下 不大会有那种事情的 但是这本小说 我就是舍不得扔 虽然它已经很久很久 并且后面的 你看这个地方 都是被我以前养的小狗咬坏了 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 然后自己又包了一个透明的风皮 一直舍不得扔就是因为 嗯我觉得它是我跟香港的第一个连接 我当时看的时候 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小 虽然它上面写的作家是香港嘛 艺术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 他的家里应该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它里面其中的很多语言文字 都有那种 上海话的痕迹在 前一阵超级红的繁华 大家都说金语成在其中 说的最多的两个字 就是不想 就是别人问你什么 我不方便说 或者我也没有什么话说 我觉得不想 然后我重新翻译一遍 忍旦如菊的时候 艺术 金语成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写的 因为艺术这本书里面 有大量的不想 跟大家随便念一段 不会瞎的 你要听话才行 医生说我不想 另外一段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躺几天 至少得十天八天 但是为了安慰他 我只好往好的方面说 他不想 就是其中真的是有大量的 就是上海话的表达方式 后来我知道艺术家里 的的确确是上海人 包括他小时候家里是 只讲上海话的 广东话都是后来才学的 这是我跟香港之间的 第一个联系 就是艺术的这本 人蛋如鸡 第二为什么会喜欢香港 我觉得我们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 可能在后一些九零年代前期的 或者再早一些的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朋友们 很多都是受着香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可以说我觉得香港文化 它近在我的写业当中 就是绝对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难把它区隔开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看着 TVB的连续剧长大的 我觉得我的整体的价值观 受的影响最大呢 说起来挺搞笑的 也不是书 也不是家长 也不是整体的社会环境 反而是TVB塑造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 现在回想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天地男儿 女主角是陈松林和萱萱 张志玲 郑少秋 罗嘉良主演的 我到现在其中人物的主人公的名字 我都记得 先萱萱演的角色叫张雪宁 然后罗嘉良演的叫徐嘉丽 徐瑟儿 到现在都记得 印象非常的深 那个时候我是读初中预备班 还是初一来着 有点模糊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妈妈是不让我看电视的 就至少做作业的时候 不能看电视 因为那时候有线电视台 播放起天地男儿来 一播就是三集 等于你要是把三集看完的话 就没有时间写功课了嘛 虽然她不让我看 可是她自己很爱看 所以我在我的房间里面写作业的时候 我妈妈她的房间里面就在看 就是音量放的还蛮大的 我在我的房间也可以听到 然后特地不把门关上 就留一条缝 让那个声音可以传进来 然后我在我的房间呢 窗户正对面的地方是我的邻居嘛 他们电视正好是放在我的 就是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个方向 然后我就会拿出我的望远镜 看我对面楼里的电视机 然后听呢 听自己家里电视里放出来的声音 大概有六十集吧应该有六十集 反正六十集我是一集不少全看完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创造条件也要把这个电视剧看完 就是这么喜欢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看 我都不会有那种很重的年代感 真的香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时髦的地方 包括就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人淡如菊吧 现在回头看 对那个年代可能有那个年代 溃疤的东西 就是它没有什么网络啊 但是你都不会觉得 它的这个故事非常的俗气 或者说它的故事已经完全的落伍了 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发现它的价值观 还是非常非常的 啊现代 就是时髦 香港真的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 beyond的 已经就是它完全就是已经是beyond的那种 我现在就一下子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我现在觉得我的语言能力在慢慢的退化 就是英文吧又不够好 中文有些词也忘记该怎么说了 就是我努力的措辞啊 我觉得香港的一些价值观 领先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 平均领先个20年都不夸张的 所以小时候我觉得香港 它就是一个我想往的地方 第三点非常非常喜欢香港的地方 就是粤语歌 时至今日我都非常非常爱听粤语歌 曾经twins的死性不改 是我的KTV必点歌曲 但是目前粤语歌的话 就是一些新人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觉得最新的 在我脑海里能想出来的最新的唱粤语歌的歌手 应该是 侧田 我还知道一个叫曾比特 除此之外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如果有本土歌手是唱粤语歌的话 有香港朋友知道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一下 让我再去追一下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光粤语歌 就是整个华语歌包括国语歌也好都是在断层的感觉 这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我小时候比较幸运 那个时候的文化真的非常非常的繁荣 就是每个礼拜这种什么金曲排行榜都是24小时没有停的 就是一直会有很好听的歌听 有很好看的电影可以看 然后有很好看的连续剧 而现在呢 好像我的大部分的时间 听歌也大部分都在听英语歌 电影啊 电视啊 很多都是美剧啊 都是好像英文已经慢慢慢慢的取代了 虽然这是我很不愿意很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怎么说呢 的确是这样吧 如果自己的文化自己没有办法占领这个高地的话 那就会有其他的文化补充进来 这算是一个规律吧 不是靠我们人力可以打破的 如果想到文化更加昌明的话 就的确是要有一个更加自由的自主的创作环境 这也是一个规律 也不是靠人可以打破的 所以我们与其去责怪现在的为什么歌手啊 创作人创作的越来越少 不如去想一下 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创作环境越来越示威 第四点 我非常非常喜欢香港的原因 就是这个video我给它起的名字不是叫原起香港吗 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原起香港 是黄新村写的 这本书呢 是我特地汇款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是出版社从香港寄到澳洲 就费了很多力气才把它买到手 然后我惊讶地发现 library里有 就是Chatswood的library 还是Gordon Library啊 我不记得了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是有的 如果你想看 然后又不想大费周章的 从别的地方买的话 在澳洲的local的library 大家可以搜一下是有这本书的 然后这本书呢是黄新村 他是作为一个张爱玲的研究学者 从张爱玲的早期的文本出发 他被称为一个上海作家嘛对吧 上海是融会在他的创作当中的上海这个城市 也是不停不停地出现在他的创作当中的 但是呢 黄新村通过大量的考证会发现他的很多创作的基本点 很多都是起源于香港 因为他原先在上海的时候 一直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和后母生活 一直是没有摆脱家庭的影响 他在香港求学的那个三年时间经历过了非常多的港战马动荡 再加上他是完全独立生活的 给了他一个foundation 他之后的创作的那个基本基础 都是从香港慢慢慢慢才发源出来的 所以香港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张爱玲的创作当中有大量的那种香港上海像双城记一样的故事 比如说《清晨之殿》里的白流苏 白流苏的Lucky City应该算是在香港 葛威龙同样是一个上海破落户的小家庇域 故事的发生完成最后都是在香港 所以我觉得黄新村这个名字源起香港起得特别特别好 张爱玲就像他说的 如果没有在香港的那短暂的三年生活 他是绝对没有办法创作出后面这么多这么多非常精彩的小说的 最后的最后 我为什么这么这么喜欢香港 因为香港有狗狗张国荣 Leslie张国荣 对这本简报 是2003年就是张国荣去世之后的 我收集的一些当时的杂志有写到他的还有报纸的 我都把他剪下来留了下来 张国荣跟我的父亲年龄一样大 他们都是出生在1956年的 所以我在青少年时期吧 就是我知道这个名字 我知道他是一个巨星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具体的作品 甚至在他去世之前 我都不知道张国荣是一个歌手 真的不知道 可能那个时候资讯还不是那么那么的发达 除了霸王别姬之外 他的所有的电影还有他的所有的歌 我都是在2003年之后 就他去世之后开始慢慢的听 慢慢的看的 然后就不可自拔的成为了一个 对狗狗的粉丝 这本大家也可以看 就是这个 不是收集了很长时间的 当时零花钱可以买到的 所有的杂志啊报纸啊 我都找回来了 然后就一直留到今天 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 如果找一个机会的话 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影像化一下 就是我想把它扫描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公共的地方 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Leslie张国荣的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看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是我这件事情肯定是会以后会去做的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就是真正的搞清楚 为什么在他去世之后 我才突然关注到有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开始去看他的作品 看听他的歌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的喜欢他 而且就是我再也没有能力 可以去现场的看一下他的演唱会啊 或者见一下本人啊什么的 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这期视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应该是在3月20号 然后再隔个11天 4月1日就是张国荣去世21周年了 哎呀 以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呀 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屏幕前的很多朋友 可能03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生 或者是刚刚才出生 因为我知道我的频道好像00后看的朋友也挺多的 很多给我发信息的真的是小朋友的感觉 就是我想跟他们说在你们还没有出生之前 曾经有一位非常非常棒的artist 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他的病因呢是因为生理性的抑郁症 借此吧 想跟镜头前所有 如果你正在就是受这个抑郁症的困扰 或者你曾经罹患过抑郁症的话 你就应该会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 不是这些人不想 振作起来去好好生活 而是因为他们办不到 就像你对一个心脏病的病人 你如果对他说 你起来的时候运动一下 会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你的建议并没有错 但是呢 这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是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就是周围 如果你有朋友啊 或者你有亲人啊 有相关的情绪问题的话 多多关心他 但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必要的时候就是带他们去求医 这才是最最好的一种 关心他们的方式 大家可以听我今天所聊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跟香港的文化有关系的 其实你说这种高楼大厦 非常好的基础建设呀 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都不缺 包括我觉得我的家乡上海 做的也非常好 我每次有时候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都会感叹 真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呀 你说它的基础建设吧 我觉得任何城市 哪怕你把上海的基础建设 放到纽约 我觉得都不输 但是我们跟真正跟一个城市 产生这种牵判的 产生这种关联的 还是文化 真的就是文化两个字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香港 就是因为香港出了太多太多 我喜欢的文化 我喜欢的作家 我喜欢的艺术家 我喜欢的人 甚至是我喜欢的作家的写的角色 在香港生活过 它让我觉得我跟这个城市 有很多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不是香港的那种繁华 或者香港的非常fancy的酒店啊 机场啊 这些东西是吧 我也不是说基础建设不重要 但显然我觉得 人跟人发生 更加深层次的连接的 还真的就是在文化属性上 所以香港是我一个 我真的好爱香港 对 我很喜欢就是春夏 在他拿到金像奖的时候的 一段发言 他说感谢香港 让我有饭可以吃 有戏可以拍 有梦可以做 我喜欢香港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小的时候 它让我觉得 香港是一个梦 它让我有梦可以做 让我觉得啊 我有朝一日 说不定也可以到香港去当警察 它让我觉得是一个 在一个讲中文的地方 但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 平等的 它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的 我爱香港 我希望香港可以 以后发展的更好吧 继续是一个有饭可以吃 有梦可以做的地方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 谢谢观看